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过七旬的刘阿姨看起来身体还挺硬朗 但是熟悉她的人都知道 这一年来刘阿姨经历了一场大的变故 在一次例行的体检中 刘阿姨查出生患乳腺癌 幸运的是发现几个人 其实手术做得非常成功 毕竟经历了一次大手术 刘阿姨的身体和精神都明显不如从前 我以前就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累 一大家子的生活 就是买菜 做饭 刷锅 洗碗 做卫生 洗衣服什么我都给包了 经济水也特别好过去 可是自从知道得了肿瘤以后啊 虽然手术做得也挺成功 但是一下子就叫得大不如以前了 为了尽快使身体恢复健康 刘阿姨在饮食上比以前注意了许多 自己经常会上网查查 哪些食物好 哪些食物不能吃 平时老朋友们聊天 也经常会给刘阿姨支个招 不时的会带来个食补的偏方 饮食上忌讳的说法 于是一些看似平常的调料食物 在刘阿姨的食谱上被拉进了黑名单 像我们德国总流的这些人 没有鳞的鱼不能吃 像鳝鱼 黄骨头 泥鱼这些 都不能吃 其实我平时挺爱吃的 像黄骨头 炸鱼 它就一根刺 吃着还挺方便 可现在得了总流怎么办呢 就得忍着 不能吃了 为了能让刘阿姨增加食欲 女儿经常会变着花样的煲汤做菜 可是一不小心添加了 忌讳的调料或者食材 刘阿姨是坚决一口都不吃 为了保险起见 孝顺的女儿给妈妈重新准备了饭菜 可是这些民间流传的忌口的说法 究竟对不对呢 不应该忌口 也不需要忌口 然后因为总流病 它这个饮食过程 我们强调这边是应该就杂 就是食物的品种应该特别多 越杂越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要求料混乳的搭配 再一个粗细搭配 比如金粮和细粮要搭配 所以这个还有这个食品的颜色 就是水果收菜 就这样变得多 食品颜色呢 就这样越丰富越好 就是颜色越多越好 自从刘阿姨做完了乳腺癌 切除手术 流传在肿瘤病人中的一个说法 也影响到了刘阿姨 那就是肿瘤患者的饮食 应该以清淡为主 最好是长期素食 于是刘阿姨生病期间 亲朋好友送来了一些补品 蛋白质粉 刘阿姨一概不吃 平时的饮食也是以青菜为主 一段时间下来 刘阿姨不但脸色苍白 而且自己感觉身体 好像更加虚弱了 术后恢复并不理想 是不是清淡的饮食 使刘阿姨营养不良了呢 可是流传在肿瘤患者中的一个说法 也一直影响着刘阿姨 那就是人体内的营养充足了 也会使癌细胞吸收营养 所以为了饿死体内的癌细胞 刘阿姨只好坚持吃素 在住院治疗动手术的过程当中 有好多病友 说这个说那都有 大部分都说 像咱们得肿瘤这些人 不能多吃营养的东西 因为一吃多很多营养的东西呢 这些营养都会被 癌细胞吸收了 那癌细胞就扩散了 那病就会更加重了可能 那怎么办呢 你说说要不吃营养的东西 咱们的身体处置又差了 这很矛盾 利用清淡的饮食 控制身体营养的吸收 来抑制体内的癌细胞 对于肿瘤患者来说 这样做正确吗 实际上这个饿死癌细胞 完全是不存在的问题 也是没有这些说法 饿死的只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饿死了 才会饿死肿瘤 所以肿瘤变 我们说营养 一定也足够的营养 因为这样足够营养 你的肌体才能放入更好的功能 来医治肿瘤的生长 要这么分析 因为肿瘤进入人体 它会营养正常细胞 也会营养肿瘤细胞 但是我们更多的正常细胞 从这个营养来获得了益处 然后正常细胞会反过来 医治这个肿瘤的生长 所以说没有任何研究提示 我们营养支持 出现了肿瘤生长 完全没有变成这个担心 看来在日常生活中 刘阿姨的不少观念和做法 都是错误的 那肿瘤患者究竟该如何安排 自己的饮食和日常生活呢 由于肿瘤的直接侵犯 手术的损伤 放化疗的副作用 以及肿瘤患者常有的情绪变化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和损伤 患者脾胃的消化功能 造成营养障碍 因此 不管是术前还是术后 补充营养 对于肿瘤患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专家告诉我们 从柴米油盐烟酒茶七个方面做好规划 肿瘤患者的身体复原 其实并不是难事 柴指的是食品的加工方法 而不是传统的烧菜的柴 在营养专家看来 我们传统的煎炒煮烤这样的碰调方式 都是不被推荐的 为什么呢 煮的话会破坏很大量的水源油维生素 煎烤炒 就会产生致癌物 现在推荐的食品加工方法 主要是两种 一个是气蒸的方法 就是我们传统蒸的方法 这个维布鲁加工 这是一个产的问题 产的问题还包括一个食品维生的问题 最后是特别强调要洗的 一个洗字 特别重要 把洗干净 就洗得很干净 广义的柴还包括食品卫生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蔬果蔬菜的清洗和厨房砧板的使用 比如说我们很多农药 或者水果或者蔬菜 还有农药残留 那么这个是怎么办 清水泡 至少泡两小时 泡完之后是清洗 在一个家里常规被两块砧板 就是生食和熟食一定要分开 如果你家里只要一块砧板的时候 你切熟食或者切生食之前 再切熟食的时候 一定要洗得很干净 或者说先主张你切熟食 再做生食 米指的是续常生活中的食材 食材主张杂 而不是每天吃精粮 各种各样的食物 除此之外 南方人主动多吃北方的食物 北方人则鼓励多吃点南方的食物 因为各种产地的食物 它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 所以鼓励要杂 而且品种越多越好 就是我们不要每天 我就是吃面 我就是吃米饭 不要这样 多吃不同 每天最好能吃几十种食 最好 再一个还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水果蔬菜 水果蔬菜鼓励多吃 杂粮粥是一款营养丰富的美食 制作也非常简单 材料有普通大米 小米 玉米 燕麦 黑豆 莲子 花生 紫薯 把所有材料淘洗干净后 用水浸泡半小时到一个小时 因为浸泡后的食材 更容易烧煮软面 尤其像黑豆这样的比较难煮的豆类 更要提前浸泡两个小时以上 放入砂锅 加足量的水烧开后 转中小火 需要注意的是 水要尽可能的加满 砂锅煮粥 砂锅煮粥很容易煮干 煮事过程当中 往砂锅里滴上几滴油 可以防止溢出 煮的时候 一定要经常搅拌 否则会沉底甚至烧糊 待粥煮得很浓稠 可以出锅的时候 加入切好的紫薯块 再次煮开 即可关火 因为紫薯很容易烧烂 用砂锅的鱼热 即可把紫薯焖烂 所以加入紫薯后 不用多煮 这样吃的时候 还可以吃到完整的紫薯粒 而且粥有一点 似油若无的甜味 在家自己熬制 美味杂粮粥 操作简单 营养丰富 广义的油 包括油和蛋白质 蛋白质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 在现场生活中 我们都要有高蛋白质食物的摄入 而对于肿瘤患者 高蛋白质的摄入则更为重要 肿瘤变一个非常明确的 应该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 那么吃什么蛋白质呢 吃什么东西呢 我们说的蛋 奶 鱼 肉 豆 这都是优质蛋白 还有一个吃肉的时候 大家都很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红肉 白肉 红肉们加工肉 那么什么红肉 白肉 其实很简单 所有的动物都有红肉和白肉 只是量的不同 比如说四条腿的红肉为主 没有腿的白肉为主 两条腿的红白相间 这很好记吧 对不对 所以说总流量鼓励吃增加白肉 少吃红肉 它并不是不吃 它并不是不吃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吃加工肉 比如说胡腿 各种各种加工肉 这个也少吃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 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超过六克 长期固量食用食盐 不但会引发高续压心脏病 而且研究结果显示 固量食用食盐 也是胃癌发病率增加的直接原因 茶是中国传统饮品 营养专家提示 抗癌防癌最好饮用绿茶 最好的茶是绿茶 绿茶里面还有很多的抗氧化物质 还有茶度分 它对我们的促进食品的消化 预防肿油 抗吸品 这有很多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要喝茶 就主张喝绿茶 除了饮食的规划 日常生活中还有三件事看似简单 但是会直接影响到肿瘤患者的术后身体和精神的恢复 那就是运动 重返社会和定期记录体重 运动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运动能够减少肿瘤的发生 也能够使肿瘤病人再发癌的机会减少 能够延长肿瘤病人生存时间 提高生活质量 这个运动的很多人就是一定要区别清楚 这个运动给你做家务 给你日常生活质量 这不是一回事 我们做运动是因为有意识有目的的去运动 运动最好是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 也就是能出汗 这是最合适的 这是运动的第一问题 第二问题 我们鼓励病人重返社会 特别不主张这个病人 得了种族之后 就是你辞职 你休息下 居住在家里呆着 这个只会加速种族病人的心理影响和心理负担 可能是种族病人活得更短 所以要鼓励病人重返社会 重返工作 最后一个是体重维持 肿瘤病体重也是特别重要 所以肿瘤病一定要学会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记录自己体重 每两周一定要沉重地记下来 因为体重的变化 特别是你在没有原因的体重下降 那就是肿瘤病再回来 随着医学的发展 各种治疗手段的综合应用 目前肿瘤患者的生存率逐年增加 而科学合理的安排饮食和日常生活 不迷信偏方 定期复查 肿瘤患者就可以对抗癌细胞 和健康人一样 享受美好的生活 牛奶是最古老的天然饮料之一 被誉为白色血液 光天这美育就可想而知 它对人体的重要性 大多数人认为 坚持喝牛奶是一个好习惯 但如果喝牛奶的方式不对 可能会适得其反 二十出头的小崔是个上班族 有时起来晚了急匆匆地出门 连早饭都没有时间吃 这时小崔就会热一杯牛奶 然后一口气喝掉 他觉得既省了时间又补充营养 可上班的路上 小崔却觉得莫名的肚子疼 晚上回到家小崔检查牛奶日期 明明没有过期 但为什么早上喝完牛奶 肚子就不舒服了呢 如果说你一口气就把它喝下去 而且早上你别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吃 在这种情况下 猛不丁的大量的乳糖 直接就跑到你的胃肠道里边 那么吓得太快了 在这种情况下 就工作效率又跟不上 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乳糖不耐受的反应 那么你这种不舒服的情况 什么肚子胀啊 什么拉肚子啊 就会显得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说一般不建议大家 空腹的时候喝很多牛奶 众所周知 奶类都含有乳糖 而喝奶导致腹痛腹胀 是很多乳糖不耐症的人群最常见的症状 但这并不是说乳糖就是不好的东西 这个乳糖呢 它是有利于肠道当中有益菌的增殖 而且也有利于多种矿物质的吸收 而且它的仓后血糖反应 还比别的糖都要低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除了奶里边 别处基本上就没有乳糖这种东西 假如说你断了妈妈的奶以后 你就不再继续吃跟奶有关的东西了 你既不喝牛奶也不吃酸奶 然后你也不吃冰激凌 你也不吃奶酪 那么多年你都没有见过乳糖 那你身体里消化乳糖的这个煤呢 它不就没事干吗 然后就下岗了 这样的话呢 某一天冷不丁的你喝了很多奶 这个时候乳糖煤的工作能力就跟不上 因为大部分都下岗了 没剩下多少 然后呢乳糖不能够被你消化 这时候呢 它对肠道就会产生刺激 然后引起的反应就是脏气 肠鸣 就是肚子里会咕噜咕噜的响 然后再严重点就是腹痛腹泻 这就是所谓的叫乳糖不耐受 或者乳糖不耐症 原来小崔在空腹的情况下 一口气喝完牛奶 是引发肚子不舒服的主要原因 专家建议我们 不要在空腹状态下喝牛奶 可以吃一些面包或饼干来搭配牛奶 小口慢咽的来饮用 很多人身体当中消化乳糖的能力 成年之后因为不经常喝奶 会有所下降 但是下降的程度个人不同 而且它下降也不是百分之百 它还是多少剩了一点这种消化能力 如果说你要是小口慢慢慢慢的喝 或者把这奶混到别的食品里 比如说牛奶煮粥 什么牛奶放到面包里 放到馒头里和面什么的 这样的情况它是一点一点下去的 所以说就算是干活的人少 勉强也还能对付 在亚洲人群中 有乳糖不耐受这种情况的人很多 只不过每个人的长度不同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摄取奶类中的营养 对于不能直接饮用牛奶的人 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健康合理的摄取奶中营养 第一个就是换一种奶喝就行了 你可以买舒化奶 舒化奶其实没有细化什么大分子 而是把乳糖分解掉了 那么第二个方案呢 就是直接喝酸奶 因为酸奶呢 里面的乳糖是被细菌发酵了 就是乳酸细菌把它变成乳酸 会去掉了一部分乳糖 因此呢喝酸奶基本上没有人会出现什么腹胀啊腹泻啊 这些反应 你喝的快也好慢也好都没什么关系 这样呢也可以把奶的营养给利用上 那么第三种方法就是把牛奶放到其他的食品里一起吃 就是我们推荐呢 家里如果做馒头 你就不要拿水和面了 你直接就拿牛奶和面 最后和出来你发现这个馒头牙是又白又大又香 口感超好 是因为呢 牛奶的营养进去了 因为是混在面里的 一点一点消化掉 所以也不会发生什么肚子不舒服的反应 那么就是轻松的把牛奶的营养吃进去了 除了喝舒化奶酸奶或者就牛奶和面蒸馒头外 用牛奶来煮粥也是不错的选择 这个煮粥不是说让你长时间的去煮 是说先把这个粥呢煮熟了 已经是粥煮好了 但是没出锅之前 刚开了盖把这个牛奶倒进去一和了 然后就停火盛出来 这个叫牛奶粥 所以我们自己平常可以给自己做一点这个牛奶粥 其实味道也是蛮不错的 其实奶类比我们想象的适应性要广 不仅适合青少年喝 老年人适当的喝一些牛奶 对健康也是非常有益的 另外我就是推荐有高血压和中风的人 可以多消费一些奶类 如果实在不喜欢牛奶的话 可以喝酸奶 因为研究证明呢 低脂的奶和酸奶 都有一定的帮助控制血压的作用 也有帮助预防中风的作用 消化不良的呢 我们就建议喝酸奶 因为酸奶对于大家消化吸收是很有好处的 骨质疏松的人 我们也建议他喝一些酸奶 因为乳酸的作用 所以酸奶甚至比牛奶这个钙还好吸收利用 此外呢 就是一些得这个什么胆结石啊 胆囊炎的人 也都是可以喝酸奶的 虽然说高脂的一些奶酪之类的东西 我们就不建议他吃了 但是低脂的牛奶还是没有问题的 不仅如此 患有糖尿病的人群也可以放心地享用牛奶 糖尿病人可以喝牛奶 而且非常好 因为研究也发现 在大家吃的总热量一样的情况下 那么喝奶的人和不喝奶的人相比 得糖尿病的机会比较少 而且牛奶它的血糖反应非常低 酸奶血糖反应也非常低 哪怕是加了糖的酸奶 它都比大米饭生血糖要慢得多 所以糖尿病人是可以放心喝的 如果说非要说什么人不能吃 只能说一类人 咱们那个食物过敏呢 有急性过敏和慢性过敏两类 那么急性过敏牛奶过敏的非常少 但是慢性过敏有五大过敏源 一个是面粉 就是面粉的蛋白质 小麦蛋白质 还有一个就是牛奶的蛋白质 然后就是鸡蛋牛肉还有黄豆 这几种 所以对奶类过敏的人相当不罕见了 特别是两岁以内的小朋友 对牛奶过敏的比例比较大 因此只要不对奶类过敏 每天适当喝一些牛奶 或者是吃一些奶制品 是非常有利于健康的 中国一样学会 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建议 普通成年人 每天建议喝300克的奶 这300克的奶包括了牛奶酸奶 如果你要吃其他的 像奶酪之类的 就折算成奶 折算成牛奶 大概就是300克 那么研究发现在 0到200克之间 健康效应非常显著 也就是说 200以下你是喝的越多 越有利于健康的 那么200到300 我们也没发现任何坏处 但是多到一定程度 比如说500以上 它就可能有一些副作用了 比如说有一些研究认为 可能升高前列险癌的危险 但是坏受回来了 如果你喝多了又降低你肠癌的危险 那你是想考虑防这个癌呢 还是防那个癌 这你自己看着办 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 肠癌要比前列险癌多得多 从死亡风险角度来讲 那么肠癌死亡风险 要比前列险癌也高很多 所以我个人认为 对于中国人而言 适当喝点奶 还是利益大于弊 肯定是远远的大于弊 2016年3月22日 湖南省富佑保健医院产科病房里 迎来一位特殊的孕妇 由于体重超重 她不仅行动困难 有的时候连在床上翻个身都很难 眼看预产期已经过去五天了 孩子还没有出生 她就赶紧来到了医院 我们这个妈妈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她运浅的话 她的体重有200斤的左右 来到我们院产检的时候的话 我们入院做了几个检查 就发现她的体重有280斤 然后做个逼仓的话 就是怀疑她的宝宝 大概有4200克 甚至还要往上走 于是我们医生就还是建议主 让她建议她做一个破风采 再加上本身她自己 还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合并症 那么的话 她的阴道分娩的风险 还是相当大的 通过手术 曾女士顺利产下一个 11斤4两的婴儿 虽然省妇幼的医护人员 每年要见证上万个婴儿的降生 可是这么重的婴儿 她们也很少见到 不过对于刚出生的宝宝来说 体重过大 并不是一件好事 像这种的话 大的宝宝 其实对于妈妈来讲的话 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好事情 它可以造成妈妈一个产后出血的几率 就会大的增高 从宝宝的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这种大宝宝的话 生产的风险非常高 一般来讲是很难顺利的生产的 会中途改造工厂 而且宝宝出生以后 这宝宝发生低血糖 低血糖的反应也很重 像我们很多大宝宝的话 一个出后的一个低血糖 会要及时的话 会糖水 那么宝宝的话 低血糖的话 就会像一个脑袋的一个损伤的话 就会有所增加了 出生一个小时的体重超过4000克的新生儿 在医学上来说 就算是巨大婴儿了 婴儿过大 会给产妇和婴儿本身带来一些风险 我国对于巨大儿的预防也越来越重视 一些医院还专门开设了孕期体重门展 是这样子的 首先我们做一个体重管理 主要是管理你在孕期的体重 为什么要做这个管理呢 是因为现在的 就是我们的营养量补充太多 然后导致营养不均衡 引起了我们一个就是营养破胜 或者不均衡的状态 导致了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发生率比较多 所以现在告诉你 该怎么管理自己的体重 我们要把体重控制在我蓝色的上下区域范围内 然后像你之前 这个0代表你还孕前的一个体重 是57.5公斤 现在随着我们的孕周增长 现在你是23周了 到目前为止你的体重已经达到了70公斤 你现在增长了12.5公斤 我们怎么找呢 每一格是2公斤的意思 我们来计算一下 2 4 6 8 10 12 12.5大概在这个位置 如果按照我的要求 你已经超出了线外 有4.5公斤了 咱们已经超重了将近10斤了 这两份呢是关于一个饮食的一个资料 它非常的详细 我们的饮食要均衡 现在水果每天我们的量是不能超过一斤到一斤半的 多选择一些低糖中糖的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苹果黄瓜 还有柚子还有番茄都是我们常见的水果 价格也比较便宜 而且它的营养含量也比较高 然后还有一个汤的问题 在怀孕的过程中呢 我们喜欢什么呢 就是补营养 对不对 中国人喜欢讲运和补充 但是那是以前的老办法 因为现在我们朝鲜 今天朝鲜好起来了 每家人都能吃上肉 所以说我建议你们呢 就是我们喝汤的时候 要避免选择一些高脂肪 高热量的东西 多选择一些低脂肪低热量的 比如说瘦肉啊 鲜鱼啊 虾皮啊 紫菜冬瓜之类的东西 好不好 这样把你的那些什么 猪蹄汤啊 猪肚汤啊 肥鸡汤啊 还有肥鸭汤啊 把它去掉 好不好 这也是一个重点 平时你做运动吗 嗯 就是上班吧 走一下吧 就上班走一下 没有就是固定的运动习惯 每天我们要坚持 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运动时间 就是三步 通过孕期的体重增长监测数据 来及时调整孕妇的营养摄入 这不仅对预防巨蛋儿出生 有很大的帮助 还可以减少孕期糖尿病的发生概率 对于孕期体重能增长多少 其实国家有一个推荐标准 不同的人体重增长的数量 并不一样 像我们就 我们孕期体重增加多少 都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标准 对于超肥胖的孕妇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是建议在孕期 整个的体重增加 大概15到9千颗 一般不超过9千颗 对于增长体重的孕妇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是建议在孕期的体重增加 是11到15千颗 骗少的人呢 就是说体重增加就可能要多一些 宽的人呢 体重增加就应该要少一些 相对于正常体重的人来说 超肥胖的人体重控制更为困难一些 王女士对此深有体会 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嘴 一看到别人吃东西 我就想吃东西 可能也是自己在这个健康方面 对自己的身体啊 对宝宝可能也没有完全很负责 我也我也不知道就是认身糖尿病 以后宝宝生出来 怕有低血糖啊 这些反应 所以在这一块就很忽略了 但是我现在在医院保胎期间 医生就使劲地给我说 少吃多餐 多吃杂粮 就是要把这个血糖严格地控制下来 别到时候就是生完以后 自己变成了终身型的糖尿病 然后宝宝又变成了低血糖 怀孕期间体重暴涨80斤 婴儿巨大生产困难 孕期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如何预防 敬请收看科技之光为您带来的 孕期您长了多少斤 过度肥胖 让它非常苦恼 也给它的整个怀孕过程 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基础体重控制不下来 让我怀第二态的时候 我就会 第一个重度回肥胖 收益率就很低 第二个的话就是 自己的负荷很重 我到了孕后期就是28周 24周28周以后 我自己会觉得很辛苦很累 然后自己的这些心血管都负荷不了 就有时候多说几句话就会喘 多走几步路就会出出大汗 就是这样的 其实这已经是王女士的第二态了 在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她并不存在肥胖问题 那时大家对于孕期体重控制没有概念 才导致了她现在的重度肥胖 其实我怀第一胎的时候 我就没有很严格的去控制体重 但是就会觉得 能吃宝宝能长大 然后好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健康 但是可能当时的这种优胜 还有这种场间检查 这些东西 就没有现在这么就是严格 所以我第一胎的时候怀孕的基础体重是106斤 但是我当时上那个手术室的时候 身重是174斤 长了68斤 这一次怀孕期间 王女士下定决心要控制好体重 可是由于本身已经存在的重度肥胖 和她无法抵御美食的诱惑 她的体重控制还是没有达到医生的要求 但是我第二胎的时候 我怀孕基础体重是182斤 等现在的话是197斤左右的话 大概第二胎是15斤 也就是说我还是怀第二胎的时候 我还是自己稍微注意了一些 控制了一些 但是效果还是不明显 我今天刚做完B超 宝宝的孤重是2700克的 正负300克 也就是说我自己长了这么多 但是宝宝其实并没有长很多 所以我觉得孕期控制体重 还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就是说你孕妇长多了 其实宝宝她营养她吸收不了 由于身体不适 王女士在33周就到了医院保胎 医生检查发现 她的状况并不太好 现在因为孤头肥胖 孤头肥胖她自己 就是说感觉到人生的负担 比较重 比较稍微活动 就是有些去气不营 感觉到心疯 气愁这些症状 另外的话 就是她的血脂也偏高 还有她的血糖水平也偏高 对孩子来讲的话 她的体重的话 33运走到 孩子的体重也是增加的过多的 她已经是体重 孩子的体重已经是有5斤多了 其实像王女士这样 孕期不控制体重 或者体重控制的不好的人 还是挺多的 在很多老一辈人的心里 怀孕期间一定要多补充营养 因此鸡鸭鱼肉顿顿都有 吃得越多越好 孩子越大越好 那么怀孕期间需要这么进步吗 其实孕期营养呢 我们举掌的就是比较 一个就是比较中肯 比较全面 比如说抽细啊 分寿啊 这些都搭配 在倒是不举掌 特别的就是说 要特别的就是说 大鱼大肉啊 这些分的 或者是偏食啊 这些都不应该 都不应该有 最好是中肯 就是说量的话呢 当然是食量 跟非孕期比的话 它的营养的话 大概就是增加 早孕期跟非孕期比 增加2000克 孕期小知识 一 孕妇每天吃水果 不宜超过300克 在饮食上 很多妈妈有误区 认为应该多吃水果 营养丰富 又能控制体重 水果含糖难高 按照科学摄入方法 孕妇全天摄入 不宜超过300克 二 每天散步 6000步更健康 如果在怀孕前 有做瑜伽游泳等习惯的 孕期可持续保持 平时没有运动习惯的 怀孕后 可以多在家人陪伴下散步 理论上讲 每天不少于6000步 可分为多次完成 三 身材正常的妈妈 孕期增重25斤就行 怀孕的前14周 每天摄入能量的总量 不用改变 正常身材保持在1800卡路里 只是注意均衡饮食 各种营养都摄入就可以了 怀孕14到28周 每天增加10%的能量 即可增加200卡路里左右 28周以后 每天增加20%的能量 总量约为2200卡路里 另外的话 也建议孕妇 就是 财孕早期了 就是说 能够及早地进行一个体重管理 体重咨询 包括营养方面的这些指导 避免财孕期的 就是说在营养方面 走进一个误区 怀孕是一个既让人期待 又让人感到幸福的事情 它同时又是一个比较漫长 而又带有一定危险性的事情 在这十个月里 我们自身身体存在一些问题 或者是一些不当行为 都会给胎儿带来危险 因此科学的生活方式 和乐观的生活态度 就十分必要了 孕期进行科学的体重管理 对于孕妇和孩子来说 都很重要 对于既是公司职员 又是新妈妈的张力来说 每天上班都要订几个闹钟 闹钟一响 她就会带着枣红色的挤奶包 离开办公室 到洗手间去挤奶 从产假到期开始上班后 张力就做起了 每天背着挤奶包上班的 背奶妈妈 这一幕天天上演 我以前上班就带一个包就行了 但是现在至少要带两个包 一个包放我的日常用品 另一个包主要是要带吸奶器 还有它的各种配件什么的 背奶妈妈 只生育后 因工作不能在家做全职妈妈 利用工作间隙 存储母乳 晚上背回家给宝宝 当第二天口粮的职业女性 像这样的职场妈妈不在少数 而且有逐年增多的趋势 据淘宝网数据显示 2009年 有40万妈妈购买了 吸奶器之类的 背奶设备 2010年有100万 2011年 这数字达到了200万 今年张力也加入了 背奶妈妈的行列 其实开始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背奶 但是自从我生了小孩 我就一直坚定要母乳喂养 也没有给孩子吃过奶粉 但是后来我要上班了 我就开始着急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后来过来人告诉我 可以背奶 背奶听起来只有两个字 其实对于很多像张力这样的新手妈妈来说 可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选择什么样的吸奶器 成了张力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吸奶器这个问题 最开始根本不知道怎么选 有进口的 有国产的 有电动的 还有手动的 价格也是不是差的那么一点半点 有的要几千块钱 有的甚至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 当时也是把我挑花了眼 宋丹国际认证秘乳顾问 2011年开始背奶 做了两年多的背奶妈妈 走过一些弯路 也积累了很多经验 所以近几年 一直在一家母乳喂养指导机构 执教背奶课程 用自己的努力 帮助很多的职场妈妈 在她看来 背奶可是个彻彻底底的技术活 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 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妈妈和宝宝的健康 那目前市面上可受的吸奶器 主要分为两大种类 第一个种类叫做电动吸奶器 第二个叫做手动吸奶器 那么电动吸奶器呢 又分为双边电动吸奶器 和单边电动吸奶器 如果妈妈选择电动吸奶器的话 它的价格虽然昂贵 但是使用起来的确是非常的方便 那在选择电动吸奶器的时候 我们建议妈妈选择双韵律模式的吸奶器 所谓的双韵律模式吸奶器 指的是它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帮助妈妈刺激奶症 产生密乳的感觉 那么当你感觉到奶症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以把吸奶器切换到密乳模式当中 这样子妈妈不仅感觉到吸奶的时候比较舒适 也能够让吸奶的量达到最大化 那如果妈妈在上班的时候 工作时间比较紧张 或者是希望你的吸奶量达到最大化 我们首先建议使用双边电动吸奶器 因为双边电动吸奶器 可以达到两侧同时吸乳 这样子的话 吸奶时间可以明显缩短一半 另外呢 它的吸奶量 至少可以比单边电动吸奶器的量 至少多18%左右 当然也有的妈妈会选择 使用单边电动吸奶器 这样也OK 没有问题的 然后有的妈妈会选择经济型的手动吸奶器 那么手动吸奶器 在选择的时候 我们是建议尽量选择有吸乳软罩的吸奶器 因为这样子的话 会对妈妈的乳头和乳孕 产生比较少的摩擦 会让你感觉到吸奶更加舒适 那么这样子的话 也会比较少的损伤到乳线 在宋丹老师的帮助下 张力顺利的挑选到了适合自己的吸奶器 但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我第一次吸奶的时候 根本都吸不出来多少 我记得最初的时候 我鼓到了一个多小时 才吸出来不到50毫升 但是我感觉乳房里还是硬硬的 肯定有奶 我自己用手一挤 还能挤出来一些 但她就是到不了奶瓶里 每次吸完之后 都是弄得我一身汗一手奶 真是特别的狼狈 明明有奶可就是吸不出来 眼看产假就要结束 马上就要和宝宝分开 如果没办法成功吸奶 不光宝宝没有饭吃 而且存在乳房里的乳汁 长期淤积 还有可能造成乳腺炎 时间再长一些的话 可能会把奶直接憋回去 想到这儿 张力着急了 想上网搜搜解决办法 这一搜才知道 和张力有类似情况的人 真不在少数 那么当你刚刚选择一款吸奶器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点点不适应 所以如果你准备开始上班了 如果存在吸奶器吸得不太好的现象 我们一般情况下 会从三个方面去考虑这个问题 那首先来说 因为你的乳房跟你的吸奶器 还没有形成很好的磨合 所以你需要给它一点点时间 让它来适应 通常情况下 准备上班的妈妈 如果能够提前两到四周 开始准备与吸奶器的磨合 那么基本上在两周四周之后 就可以达到很好的配合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 妈妈需要关注 你在吸奶的时候 如果希望能够达到吸奶量的最大化 其实还是我们上面提到的 用双运力模式的吸奶器去吸奶 因为这样子的话 可以帮助你产生密乳的感觉 那第三点 也是现在妈妈比较容易忽略的一点 就是大部分的妈妈在购买吸奶器的时候 都是从运气开始的 那么恐怕很多妈妈更在意的是品牌 而不是她的使用方法 所以我们建议 在购买吸奶器之前 要非常认真的阅读她的说明书 甚至有一些吸奶器需要你当面的 者专业的机构去试用 确认了解她正确的安装 使用和消毒方法 这样子的话 才会保证设备的最佳使用 看来相比较宝宝吸奶 先进的吸奶机也显得不那么灵光 张力不光要和吸奶器建立亲密关系 而且还得在吸奶时保持心情的放松 按照这个指导思想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 张力终于一次顺利的吸出了120毫升的母乳 虽然这个量真的不算少 但是张力还是不太清楚 对于她这个月份的妈妈来说 每天到底要吸出来多少母乳 才算合格呢 如果妈妈刚刚要准备上班的时候 通常最佳的吸奶间隔 是跟你宝宝的喂养时间同步的 比如说如果您的宝宝 大概在三小时左右一次哺乳的话 那么最容易让乳量保持恒定的办法 就是跟宝宝同样的时间 也就是大概在三小时左右吸一次奶会比较合适 那么随着宝宝的月龄增大 你会发现她吃奶的间隔会略微的延长 那么请妈妈跟着宝宝的节奏适当的延长就可以了 那很多妈妈都会关心 当我上班之后 每天到底杯不多少奶才算是合适的量呢 我的宝宝才能够吃饱 有一项研究表明 一到六个月的宝宝 他每天24小时的乳质量是恒定的 这个恒定的量大概是780毫升左右 好 那我们按照这个公设去算一下 怎么去计算呢 如果你的宝宝是三小时一哺乳的话 那么平均他24小时需要哺乳大概8次左右 那么我们用平均的780毫升除以你大概哺乳的总次数 也就是8次的话 合下来一顿的量大概是90几毫升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宝宝三小时一哺乳的话 他每一次吃到的母乳量在90到100毫升就差不多可以了 这个量在宝宝六个月左右都是大概恒定的 母乳妈妈不需要根据宝宝的月龄增加 去增加您的吸奶量 因为母乳当中的热量成分随着您的月龄增加 是在不断增加的 那么当宝宝六个月之后 他即将开始添加腐蚀 妈妈也需要根据他添加腐蚀的量 去调整您腐蚀的量 通常情况下 在宝宝合理的添加了两顿腐蚀的时候 您所需要的吸奶次数就要下降一次 重返职场的张力生活逐渐变得规律起来 每天早上六点钟在家亲自喂饱了宝宝 在上午十点钟左右吸奶一次 中午一点半吸奶一次 下午五点吸奶一次 这三次吸出的奶就成了宝宝第二天的口粮 所以张力每次吸出的奶都需要装在储奶袋里 然后放入杯奶包中保存 因为单位没有冰箱 张力特意购买了蓝冰 用意给母乳保鲜 妈妈吸出来的母乳 通常使用两种设备来保存 第一种叫做储奶瓶 第二种叫做母乳储存袋 一般情况下 如果刚刚从吸奶器里面吸出来的乳汁 通常是放在母乳储存瓶里面的 那么一个母乳储存瓶 在常温下 它大概可以保存三到五个小时 在冷藏状态下 可以储存大概三到五天 在冷冻的状态下 大概可以储存三到五个月 在使用母乳储存袋的时候 妈妈需要注意 不要超过最大储存量 因为如果你的储奶量过大的话 在冷冻的过程当中 会因为体积膨大而胀带 这样子的话母乳就浪费了 那么一般情况下 无乳储存的冷冻期间 都会在三到五个月 所以您大可放心 在这个期限内 宝宝吃奶都是安全 而且卫生的 和张丽的情况一样 许女士也是一个刚刚重返职场的 悲奶妈妈 但是和张丽不同的是 许女士的烦恼 并不在自己的身上 而是出在在家里的小宝宝身上 我爸奶量挺多的 每次吸奶也挺顺利的 但是就是有一点 我们家宝宝对奶瓶的接受度不高 每次给他用奶瓶喂奶的时候 他都能哭上半天 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宝宝不爱用奶瓶吃奶 这不光急坏了在家帮忙 带宝宝的姥姥姥爷 也急坏了正在上班的妈妈 无奈之下 许女士只好请了假 回家去喂宝宝 但是总是请假 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最开始的时候 出现了宝宝不适应奶瓶的情况的话 我们建议妈妈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首先是否存在奶瓶的选择不得当 通常情况下妈妈的乳头形状 跟奶瓶的形状最好保持一致 第二个就是宝宝在最开始喂养的时候 是否存在家人喂养心态的着急 焦虑等等问题 如果存在的话请及时调整 第三就是请给宝宝一点时间 让他去学习适应 换一种补味方式 对他来讲 依然有妈妈甜美的乳汁就可以了 其实母乳妈妈的烦脑远不止这些 据了解 目前中国零到六个月的婴儿 纯母乳备养率不足40% 这里面不光有家庭的因素 还有社会的因素 对于职场女性来说 工作的繁忙 单位哺乳室的不完善 以及公众场合母乳室的缺失 都是造成悲奶妈妈 无法坚持的外在原因 2015年8月 西安高新一中的六名高中学生 从一个哺乳期妈妈的烦脑出发 对职场中的悲奶妈妈 和家庭中的全职妈妈 在母乳喂养孩子中 遇到的尴尬和困难进行调查 半年时间里 撰写了 关于加强公共场所 母婴室的提案 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少年 模拟政协活动最佳提案奖 也引起了全社会 对悲奶妈妈的广泛关注 但愿在不久的将来 对于很多新手妈妈而言 哺乳和悲奶都只有幸福 没有烦恼